我只要说一道东西 一个跟一个我们交叉 我们交叉走 贵州这所幼儿园因为突然的暴雨 老师小孩全都困在教室里面 只能等待消防队救援 在云南灾后空拍画面触目惊心 土石流辖带动辄上百公斤的石块冲进村落 至少造成四人罹难三人失踪 全部淹完了 然后我们就是现在要尽量的把水给它排出去 不止西南地区 大陆地图另一头的江西也是暴雨成灾 大批的农民只能看着田里造作泡在水里 这一季恐怕又要颗粒无收 就在南方淹水的同时 北方省份正遭遇摄氏38度的热浪袭击 高温之下 医疗人员还是得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衣 帮人做PCR检测 采用台的医护人员每人都有一台电风扇 同时协调大一点的冰块 可以放在医护人员的脚下 据报道中国大陆已经进入全面汛期 这两天雨是稍缓 但6月1号开始 南方各省又要准备迎接新一轮的降雨 TV熊人何嘉阳 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